AdaFam 网后人生 部长张念群 YB好 哈喽 大家好 新恭喜YB 你的责任又大了 是 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了 因为在网络上面 其实有看到很多 网友支持 还有不同的角度看法 甚至有些人可能就 讲话比较直接一点啦 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这是常态吧 哇 现在网报已经变常态了 外面已经习惯了 不是 我们就作为公众人物嘛 我觉得作为公众人物 你要觉得你选择走上这条路 那么我觉得你就不能够只是 只是能够接受鲜花和掌声 那么对所有的 可能比较不友善的这一些言论 就开始让它过分的去影响你 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就是 从辱不惊吧 平常心很重要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两期 其实有讨论到的 就是说公众人物 是不是就是一定可以被拿出来 肆意的讨论呢 尤其是有关你的私事的时候 如果他被拿出来讨论的话 肯定会很不舒服啊 那肯定啊 所以对我来说 我自己在我自己的面子书上 就在我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我也是会拉黑人的 真的哦 我觉得这是我的权利啊 它是什么条件底下你会被拉黑人 例如他使用了一些 我觉得是出口 尤其是一些 我觉得是对女性很冒犯很冒犯的言论 嗯 就可能有一天我就post了一个 刚好那天跑步的时候下雨 那我就让我想起 我其实之前看过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 只要你跑得够久 其实所有的雨都是真雨 哦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能够坚持的够久 我都是自己夹的 所有的痛都是真痛 嗯 就有一个人在下面说 哎呀 痛啊 是像女生初夜这样痛吗 哦 哇 他 i think that is very very rude 对对对 我不能够接受 你要来我的面子书 说对我做出批评 我觉得那个是你的权利 可是我觉得 当你是使用不礼貌的一些 词汇的时候 嗯 那么我觉得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这个义务 去承担你的这种低落的这种水准 而且我觉得 这种言论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他本来就是 sake matter 评论都不评论 直接拉黑吗 我觉得我下一个在考虑的 可能是我下次拉黑人的时候 我可能把他的言论po出来 我告诉他 今天因为你讲 用这种词汇 我就是决定拉黑你 所以拉黑就是一个 最明智的举动吗 嗯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网络社会里面 我们要能够去行使自己拉黑的权利 OK 我觉得我们要去拉黑人的时候 我觉得 当然你拉黑了之后 你可能也要去 去expect别人的一些风缘风语 或者人言人语 嗯 可是你看到我面子书上面 会完全找不到一个骂我的言论吗 不会 OK 可是我拉黑你 嗯 嗯 请你自己去反省 明白 对 拉黑其实是不是等于剥夺了别人的言论自由 第一 因为那是我的平台 当然觉得我有这个权利去判断说 或者说决定说 我允许谁来 或者允许什么样尺度的一些言论 然后第二我觉得 言论自由本来也不应该是绝对的 嗯 他的那个阶线是怎么分呢 所以你今天不在我的平台言论 不表示你的言论自由被剥夺 因为你还可以去其他平台发言的 所以某个程度上 比方说有一些人在网上觉得说 我被霸凌 我要去投诉 去哪里投诉 这讲 坦白说 这种情况确实是我们最难处理的一个情况 因为你会 所谓其实大家想一想 网络霸凌跟网络公审的差别在哪里 网络霸凌跟公审 OK 公审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理有据 双方会提出一些意见的东西 出出来 然后针对那个事情 针对视为主 霸凌的话是针对人 然后刚刚说的 可能一些乌言未语 和跟那个事件没有直接关系 他只是发泄他的那个情绪 好 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一个买家 OK OK 据说呢 他就是上网买了几次东西 可是呢 可能都没有过账 然后 麦家后来发现了 很生气的冲上门 开始做直播 那么当然就引起了很多的社会讨论 找我的那个人当然就说 他不是故意的 他也即刻的把所有的 钱还清了 可是对方不肯把这个video取消 让他在网络上受到大家的这一些 语言的攻击 制造了他耳朵的压力 甚至暴露了他的柱子 这样是霸凌还是公神 这个 OK 如果每个角度不同 OK 如果我的准则应该是霸凌吧 所以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涉及到他一些个人隐私 包括说住家的地址等等 好 所以我下一个问题就来问你 来来 就因为牵涉到住家 这是你个人隐私 我们要求Metouch下 所以他们也同意取下这个video Vendo再一次 把这个事件再讲出来 没有放你弟子了 我再讲一次这个故事 这样变公神了 你觉得 真的耶 这样子有变公神了 对他还没有涉及到隐私的部分 而且他是事实嘛 当然从卖家的角度 觉得你是欺骗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情况就是 从卖家的角度 如果不是我去上门找你 不是我去把他帮到网络上 你会还这个钱吗 对 卖家他就觉得 哎呦我是不小心犯错嘛 而且我已经还要钱了 对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不可以稀释 凝人 大家各对不 然后你还要再把这个video 放到网子上去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是谁 看到我的眼光也一样了 这是霸凌还是公神 他真的是有很多 你不懂要怎样去定够 因为可能你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事实 可是我的角度 哎我也有我自己版本的这个事实耶 那到底谁才是对的 那个难以度非常难 而且呢 法令很很难去做一个标准啊 嗯 可是如果他写的东西是那种无意的 他自己认为 哦没有啊 我没有 我只是跟着别人 别人是这样写 我只讲那个事实报 而且我没有秀我的名字 我没有讲秀 我匿名 OK吗 其实这是对我来说 这是最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了 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太习惯说 像圣子还讲的 我们就滥用了网络所提供的这便利啊 我要提醒大家了 真的 对 在在真的是雪崩前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嗯 可是网络霸零很多时候就真的是 你对对当事人所造成的那个压力 可能最后就是那一场雪崩 我我会怎么去定义理性 或者说负责任的网络使用者 嗯 也就是今天你在网络上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敢不敢用你真自己的样子说 你敢不敢在现实社会里面 这样子跟那个人说 嗯 这是我们作为人的一个底线 那如果说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不敢对着这个人说出这句话 因为你觉得 一定是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嗯 或者有点理亏的感觉的 嗯 明白 那为什么你你你你觉得你在网络上 你就能够失无忌惮 你是不是就是在滥用了这份便利 你是不是就觉得说 我在正常生活中我需要 道貌黯然的做人 嗯 那我去到网络的世界 我就可以去做个 邪恶的魔鬼 我觉得这本来就不对啊 这种心态 那其实到底有什么方法 去管制这样子的行动呢 没有 他又匿名我 哈哈哈 他就这样躲人我 哦 因为你要我管的话 等一下你会来骂我了 哈哈哈 那么我程度他可能觉得说 哎呀你都找不到我 哎 通信部哪里有这样厉害 找到我吗 OK 真的是找不到他吗 IP所有东西真的找不到他吗 第一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社交媒体平台 嗯 所以这个账户的IP资料 其实是平台掌控的 你不是没有办法拿到 只是你的整个程序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嗯 嗯 这也不只是执法单位面对的问题 嗯 很坦白说 像没大的总部又不在马来西亚 OK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所以平台的这个所谓的social media 平台执照法 所以这个东西是为了杜绝这些事情吗 我不能够用杜绝这个字眼 OK 因为我觉得那还是 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我们需要一一去克服的 其中一个在马来西亚的要求就是 你要在马来西亚申请执照 那你就必须在马来西亚有注册公司 嗯 那相对来讲就是你有一个法人代表 嗯 你有一个法人代表 那么换言之就是以后我不需要去美国 去execute这个coord 嗯 我是有办法在马来西亚就可以去execute这个coord 明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上 是可以让执法 或者说是让甚至是私人 就是你要告一个人毁谤什么的 可是你要证实说是他 所以我要去拿到这个人的IP 然后来证明这个人就是他 呃 那么我觉得这些会相对来讲简化一些 也就是通讯部那边是不是会有一些 呃 所谓的政策或是法案当中 会去 不要说管制啦 有一个部门去看管 这一班所谓的content creator呢 在网上 哦 我们没有真的去看管 就是就是因为你是content creator 就开始把你列入我们的list里面 然后每天就少一轮你的户口 啊 我们没有这么去做 呃 我觉得 当然MCMC里面还是会有一些 所谓的处理投诉的一些单位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收到一些投诉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扫一扫 那么我们在在斟酌 到底是是不是真的是已经是触犯了法律 那么有什么样的相关行动是可以被采取的 好 再次谢谢外宾 因为今天真的是 我觉得有更加认识了 就是 整个网络上面的一个操作啊 等等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们邀请我过来玩 谢谢 谢谢